每一個步入社會的年輕人都有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 守護自己的就業隱私也是守護夢想的第一步 可是,什麼是就業隱私呢? 沒關係,就讓我來告訴你,就業隱私包含哪些 佳玉啊,你的履歷看起來沒有問題,很OK 你現在有沒有男朋友啊?有沒有結婚的打算啊?有沒有生育計畫啊? 呃,我... 求職者要注意囉 以上的問題皆屬於就業隱私之一的個人生活資訊 你是有權拒絕回答的 來來來,把這張測驗表填一下 呃,為什麼要填寫這個啊? 心理測試也是屬於就業隱私中的心理資訊範疇 也是可以拒絕填寫的喔 公司很重視每位員工的身體健康 所以你在報到的當天要交精英檢測還有HIV的檢測報告 蛤?這又是什麼? 以上檢測皆屬於生理資訊 同樣也可以拒絕提供 老公主有宣導過 我的婚姻狀況、生育計畫、心理測驗、精英檢測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我個人的就業隱私 所以我拒絕提供 我要去勞工局檢舉你們 別這樣有話好說啊 剛剛發生在我身上的場景 相信許多年輕的求職者都有遇到過 請大家要記得喔 如果在求職的過程中遇到剛剛上述的場景 一定要守護自己的就業隱私 拒絕填寫喔 依照就業服務法規定 雇主不得要求求職人與員工 提供與職務內容無關的隱私資料 違反者可處於6萬到30萬之間的罰款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關心你的就業隱私